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深远的一代重臣李鸿章 在那个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中 他作为晚清的重要人物 同时身兼军政外交大权之职 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但他却未能力挽狂澜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 导致在对外战争中频频失利 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 后来尽管他通过自身的谋略与手段 在谈判桌上尽量使中国获利 却也因时代局限与自身认知不足 为中国埋下诸多后患 李鸿章的一生可谓成为外交 以败于外交 在其一生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中 由已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为后人诟病 以至后世都认为中国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都是他签订的 但纵观那段屈辱的历史 李鸿章也曾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 与列强距离力政 在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 他就曾因在日本遇刺 为大清朝省下了一亿两百银 可以说 古稀之年 李鸿章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 做出了极大贡献 可在回国后 慈禧太后却只说了七个字 以表谢意 作为晚清三朝重臣的李鸿章 自幼聪慧学闻广播 二十岁时便被卢州府学选为幽贡 数年后又通过电视近视基地 在汉林院任职 李鸿章以心科汉林的荣光入室 本应在文官道路上执掌事务 但面对内忧外患大清王朝 李鸿章果断气文从武 以书生带兵登台拜相 李鸿章 杨明渝镇压太平天国 念军等农民起义 随后又倡导洋务 开创了晚清二十载同光中兴 而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 李鸿章选择了一条 与他的老师曾国藩形成迥异的道路 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 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 在此期间 李鸿章的见识也得到增长 他意识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1871年出任直立总督后 李鸿章责任欲拒 他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 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 原因在于幻平得出富强相应 比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 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两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 中日友好条规 该条约第一款就写明 即两国所属帮土 以各以礼相待 不可稍有侵略 比获永久安全 自1860年代开始 当时的清王朝在很多方面 都像日本的明智维新一样 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新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 似乎标志着这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 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 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推动 而在才智上 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藤博文一代 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战前 两国的军事力量谁更显著仍未有定论 当时西方诸国似乎更看好的是大清朝 他们都认为日本小小岛国 敢和广袤富庶物质风扇的清王朝对抗 完全是自寻死路 可最终结果太出乎人意料了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 李鸿章亲手创办的北洋水军全军覆没 同时宣告了使李鸿章未旺日龙 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甲午的战败 李鸿章负最大责任 清廷当即就拔去了他三眼花领 持去了象征荣耀与权势的黄马卦 可当得知日方拒绝与派去的总理 衙门大臣张应环和谈后 朝廷又赶紧恢复了他的荣誉和官职 并任命为权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 当得知要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 李鸿章就应该知道 此生已经逃脱不了卖国者的骂名了 可后面又有苟和求安的慈禧太后 无奈李鸿章只能奉命前往日本议论购和之事 虽然当时李鸿章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 度日之前李鸿章坚决反对歌帝 甚至声称歌帝则不行 亦不成则归尔 但当他拜会各国公使 祈求干涉无结果后 又文若回避日本歌帝条件 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 最终李鸿章见歌帝已成定局 便上奏光绪帝要求面遇训会 非要从光绪帝口中 得到明确的歌帝的授权不可 1895年3月 李鸿章带领着一百多位随员 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和谈 尽管行前 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权权 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一 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进行反复辩论 可若国无外交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外交谈判中 伊藤博文毫无好友相见的欢愉之情 在谈判桌上 李鸿章遭遇了这辈子最大的羞辱 清政府代表团 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只能说允或不允 可以说在前三轮谈判中 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 而李鸿章则只能委屈求全 唯恐何以中更 当时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提出了极其苛刻的义和条款 其中就包括确认朝鲜独立自由 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拼银三亿两白银 开放七处通商口岸 并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条款 而面对日本人的狮子大开口 李鸿章一面向蜻蜓汇报 建议重新谈判 一面与伊藤博文展开斡旋 采取拖延战术 可以说春帆楼谈判比预想的要艰难 双方代表唇枪舌剑 拉锯数日 就在双方僵持不架时 马关条约的签订却发生一个插曲 为大清省了一亿两白银 原来李鸿章在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 被日本浪人行刺 歹徒朝着李鸿章所在处连开竖枪 后趁乱逃跑 李鸿章脸部重伤 流血不止 昏迷半天后才醒来 随从们见状惶恐不安 哭成一片 可李鸿章醒来 望着血迹斑斑的黄马卦说道 都不要哭 我死不了 此血可以报国疑 在此期间 李鸿章多次以伤势原因拖延谈判 避开日本的强制锐气 而刺杀事件 在国际上掀起谴责日本的舆论高潮 沙俄的军队甚至公开进入了东北地区 日本也担心谈判因此事陷入被动 条件开始有了松动 在最后一次谈判中 一个当朝大臣为了讨价还价 甚至低微道让对方减免赔偿金额 当作回国路费 最终因为李鸿章在日本遇刺事件 日本将赔款金额从三一两减到二一两 其他条件也有了减少 通商口岸变成了四个 之后又因为三国干预 辽东半岛也从条款中取消 马关条约签订后 李鸿章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 发誓终生不再屡日地 并倾向变法图强 随后李鸿章回国后进京述职 拿着血迹斑斑的黄马褂 呈给慈禧的时候 慈禧太后只是微微一笑说道 难为你了 还留着 我们很难猜测当时李鸿章的心情 一个满头白发的臣子 迈着年迈的双腿 飘扬过海 流血为大清省了一亿两 回国后却只得到慈禧太后 无关痛痒的七个字 这是何等的悲哀 而马关条约的签订 在全国也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人们又不能指责清政府 为慈禧清净国库 一心筹备万寿庆典 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 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 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提罪样 朝野上下 骂声一片 声誉一落千丈 最终李鸿章被解除了 位居25年之久的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头指仙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头条历史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 记得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欧阳真知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